前两天跟朋友聊天 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最近看一个地方的房产 然后这个地方的房产 它的价格就比旁边的房子也稍微便宜一些 然后他就很不明白 于是就问了身边一个经常买房的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看了这个区以后 他说这个区肯定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监狱 所以这间房子不要买 肯定不增值的 后来我这个朋友 后来还是希望来找我求证一下 因为他知道我是专门做买家代理这块的 于是他就问了说 他说这个旁边因为说有监狱 所以这般的房子不增值 这个是真的 如果说你现在正在调查房产 你想了解说你这个地方的房产 将来是否因为会有一些周边的 这种监狱类的设施而受到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你好我是罗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以后你就不会错过 关于我们的视频了 然后还有什么关于房产相关的话题 你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以后如果说有很多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我也会做出视频来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聊的就是关于 如果说监狱出现了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的房价是否真的会受到影响的 监狱旁边的房子你真的敢买吗 或者说你完全是否不要买 如果说你现在正好遇到这方面的困扰 那么今天就会带你去解读 这里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否监狱会影响到周边的房子的增值 其实当这个小伙伴来问我的时候 我就敢去也去做了一些调研去验证一下 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大概知道这个答案的 但是我也想去求证一下 就是其他人还有学术界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 或者看法 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些线索 那么澳洲有个贴吧 叫做vapor就是漩涡的意思 这个贴吧有点相当于中国天涯贴吧 这类的东西 但是这个老外还是挺喜欢用的 我在上面就发现了有一篇关于大家在讨论 这个监狱中心是否会影响到周边房子价格 或者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然后里面的讨论还比较积极 其实也分成了正方和反方的两个方面 那正方会认为监狱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个一听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很少有会说监狱会带来一个积极的影响 只会说去验证监狱要么是负面影响 要么是没有影响 很少也会说是积极影响的 当然这个小伙伴给出了这个论点 是因为监狱这个地方会带来大量的工作的机会 一想想其实也是 比如说警察也好 这个服务的人员也好 包括很多的律师可能会奔走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工作机会 其实是比较多的 相对于 这个还不算监狱可能会带来一些间接的 这些就业机会 而我们都知道房价的支撑 其实就业的人数其实蛮相关的 当一个地方的工作的人数越多 收入越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房价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而且有些的正方的小伙伴还会说 因为监狱的设施会让旁边的地方 其实会反而更加的安静 更加的有纪律 因为这里有个监狱 那一般的这种小偷小猫 肯定不会在周边来犯罪了 你想想 如果你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局的话 你住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更多的安全感 而且监狱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所谓担心的这种越狱也好 这个周边有很多的犯罪分子活动也好 其实这个可能都是一些多疑 为什么 因为这些剧情 大概率的可能只是在电视剧中发生 在现实的环境情况下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其实非常的低 另外有些的小伙伴还取出了 现在有些的地方的监狱旁边的房子 也是超过了100万 甚至200万300万这样的 所以可见监狱其实对房价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 当然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反方的意见 反方的意见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犯罪力这个事情 毕竟住的监狱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对不对 至少都是因为有一些前科而去到这些地方的 所以人们会对于这种有钱科的 多多少少心存一些芥蒂的 认为这些人会影响当地的治安 所以很多的家庭可能不会敢去住的这个地方 而且因为这些人在服刑的期间 可能他的家人也愿意在附近去居住 而这个人他竟然能去监狱 也就是说他的整个家庭环境 也许是不是足够的好的 住在周边的这些人 他的家庭的这些成员 可能他的素质也不是足够的高 更有圣者认为 也就是越狱的问题 万一越狱了 他肯定是希望能够在就近抢一家人 对吧 拿到他的钱 拿到他的钥匙 拿到他的车 然后赶紧开车逃离 所以如果说你住的离监狱太近的话 可能万一真的有人越远 那么你可能是首先遭殃的一个家庭 而且会不会可能有经常的那种犯罪分子 从这里运输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警笛 直升机这种东西 会反而让这个地方的噪音 超出了平常的正常的一个小区的噪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大家对于监狱周边的房价 其实主要来自于对于监狱的治安的问题 是否建议真正能够保证周边居民的安全 这样的一个考虑上的 但是我在很多的场合 其实都有提过 其实一个地方的治安 并不能决定这一个地方 将来的房价的发展的方向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自住房的买家 你因为考虑到你自己家庭的治安 你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孩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你希望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那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我也经常跟大家说 就是你在澳洲买别墅 你也不用去想什么治安的问题了 你家的围墙也就一米多高 对不对 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成年人 基本上想翻过去 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很好的治安 在澳洲最好的情况 就是在家里 在门口装一些监控 最主要的是做的 把你家的房子 做的比旁边的邻居 稍微再安全一点点 稍微的再难破门而入一点点 对吧 这样的话 这边的歹徒 基本上如果说看到你家的房屋 做的比较好的话 肯定不会优先的考虑去你家 这样的话 其实就够了 住哪里其实根本不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澳洲的犯罪 临时起义的犯罪 有预谋的犯罪 那个确实少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很多时候 都是熟人做完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自己的钱 被人家盯上了 那最好是提升你的整个的监控 防御的系统 跟你住到哪个区 其实关系真的不大 但是这意味着我会认为 监狱旁边的房子 也不受到任何房价的影响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 这个其实我有翻到过一些 学术的论文 那其中在荷兰格兰宁根的大学 其实就有一篇关于学术论文 当然他研究的是荷兰的地产 旁边的监狱对于他房价的影响 然后他们用了很多的参数 以及权重等等的 然后测出来了 就是在监狱300米范围的房价 会比正常300米以外的房价 会低大约3%左右 其实这个论文我不用看 我也知道这个结论了 为什么 当然他们是从一个更加科学严谨的角度 去证明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从直觉上 其实都可以感受到 谁都希望离这些东西远一点 对吧 包括什么火栓场 坟墓 或者其他的一些等等不好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远离的 包括一些工业地区也是的 对吧 你不希望你的家门口就能跑卡车 这都很正常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监狱旁边的房价 会比更远的地方的房价 大概会便宜一点点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段 在我们同样一个时间段里面 靠近监狱的房子的房价 会低于其他地方的房子的房价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在油管的链接下面 找到原文自己去读一读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面的房价 说的是现在这一刻的房价 并不是长期的一个房价的增长的趋势 其实从长期的房价的增长趋势里面 你这个地方有监狱还是没监狱 它最后符合的 还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供需关系 不信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数据 我们就以悉尼为样本 我们选一两家监狱 一个是在东区的下东区这边 Long Bay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一家监狱 紧挨着监狱旁边就有两个地区 一个叫做Chifley 一个叫做Malaba Chifley这个地方 在07年的时候 它的房价大概是69万左右 而到了24年的1月份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房价已经是277万左右了 差不多14年的时间 这个地方的房价平均每年增长 大约是在10%以上 精确一点来讲是10.4%左右 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正常澳洲房价的平均的年度涨幅 大概是在5%到7%左右 高于7%其实已经高于一个正常的回报 然后旁边的另外一个区 Malaba这个地方不仅靠着监狱 但同时也靠着海岸 这个地方07年的房价是100万左右 而到了2024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房价已经涨到了300万 平均的年后回报大概是8.16%左右 你看又是妥妥的高于了一个正常的澳洲平均的房价的增长 也许你会说这个地方在东区 当然这个地方的房价土地都比较稀缺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个西区特别远的 在Paris这边 EmuPlan这个地方也有一座监狱 叫EmuPlan Correction Center 这个地方旁边就有两个区 一个叫做EmuPlan 一个叫做EmuHeights EmuPlan它在07年的时候 它的房价只有区区的36万 而到了2024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房价已经是107万左右了 14年的每年的平均回报 也是达到了8.12% EmuHeights这个地方 从07年的357万左右的房价 到了现在的大概103万左右 平均的年号回报也有7.86%左右 也是正好将将高于全国的年化平均的上限 你要知道EmuPlan这个地方 其实周边还有很多的土地将来是可以做开发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稀缺性相对来讲 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没有海边Long Bay这边这么强烈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拉长到14-15年的期间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的房价增长 还是有它的动力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一个地方的房价是否增长 然后看投资的时候一些回报 就是不要单独的看某一个因素 比如说如果说我去买房的话 我会告诉我的买家 就是监狱这个东西 其实你更加的要关注的是说 当你买房的这一刻的时候 你会为离监狱距离多远的房子 而支付多少的价格 如果这个地方离监狱够近的话 你支付的价格相应来讲 要更加低一点点 来反映出因为它离这个地方足够近 所以它需要有个discount 相反如果这个地方离监狱足够远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premium 就是有个溢价 你需要去支付 这样的话你才能买在这个地方的房子 当然还有很多的关于估价 谈判这方面的策略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今天就不多讲了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以后我也可以专门做视频给大家去分享 那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个侧面的关顶 就是不要一味的 就是因为说旁边有个所谓的差的东西 这个房子就一定不能买 其实最终你买的还是性价比 因为这个房子 我说白了 如果这个房子在监狱旁边 但是我不要钱 我给你 你会不会接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我要的 因为你今天要了 明天你再怎么转手 你也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不是说这个房子 它靠近什么就不能买 而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周边的一些设施 不管是加分价还是减分价 你要综合的评估 然后对这个房子做出一个很合理的估价 然后用这个合理的价格 以内的价格去购买这个房产 那关于怎么去找到2024年的一些增长点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报告 那这份报告是我们付费调研了很多数据 获得的一份报告 告诉你在2024年 全国会增长的5个地区在哪里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做过大量的调研 认为在今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增长的地区 在这里我免费的送给小伙伴们 希望这个能够节约你们的调研时间 当然如果说你们在买房的时候遇到的挑战 或者说你们希望能够有专能是帮你们去买 加速你们的进程 帮你们获得不公平的买房优势 那么你也可以找我们来做一个咨询 看看我们的买家代理服务 是否可以更快的帮你买到房子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房子真的很激烈 不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你就能买得到房子的 甚至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买出错的价格 那么你有可能在一个好的地方 用一个错误的价格买了以后 你依然赚不到钱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以后就不会错过 关于澳洲房产还有财富投资的精彩内容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